今天已经住院第六天了 今天天很不错 带我爸下来晒晒太阳 这边是医院中间的小花园 今天早上医生来查房的时候 跟我说他们会诊有了结果 结果不太好 说我爸是脑动脉狭窄比较严重 建议我们就是说再去挂一个门诊 因为他们这个科是心血管门诊 然后再去挂一个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主要就是管脑血管 到那边挂一个门诊 然后把资料带过去 然后看看怎么去治疗 如果要治疗他这个问题的话 就只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做手术 在那个脑动脉里面放那种支架什么的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基本上就是吃药 然后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 这样的话过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再过来复查 脑动脉狭窄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 这个我之前也不太了解 最近医生跟我说了一些 然后我在网上也查了点资料 然后对这个病也有一点点了解了 老动脉狭窄 像我爸这种情况 他就是由于他那个 长时间的高血压 高血脂和高血糖 然后引起的这个动脉里面 可能有一些周样的动脉硬化 还有一些斑块什么的 他堵塞了这个动脉的这个血管 人的血管里面就像一个水管一样的 如果水管里面有杂质的话 他的出水量就会很少了 大脑的供血量就会比较少 先下午去看一下医生怎么说吧 你看他这个是会诊申请单 然后上面就是他们的会诊结果 会诊结果就是头颅的那个磁工症 可见右侧颈内动脉刺拳必塞 然后右侧颈内动脉中重度下摘 我们今天下午就去神经内科看了 然后他是建议我们做一个噪影CT 因为他这个检查不做的话 他也给不出任何建议 血管噪影CT 这个要约到后天下午才能做 所以还得在医院待两天 因为他那个噪影检查的话 是要往身上打那个噪影剂 然后再通过CT 然后形成那个人体的血管三维图 就是他的那个分辨力 要比那个磁工症的那个分辨力要高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现在就要回家拿一点东西 现在在这个医院的旁边 看这边晚上这个车流特别多 今天我们来医院的食堂来吃饭 看看这里的饭怎么样 这是饭是吧 有脸份 这个是米饭 这地方是自住的 就是想要什么菜 然后就可以拿 然后这边是结账的 那边还有做那个面条的 看看有什么菜 看看这边有什么菜 哦还有汤 这个是汤 搞一份汤 然后那边有馒头 有人在买馒头 有鸡腿 看上去是辣的哦 这个荤菜太辣了 这个看起来合适 千张烧肉 千张烧肉啊 然后这边就是素菜了 素菜都有啥 哦这个也是肉菜哦 肉菜要一份就够了 这个是什么菜 葡萄丝 来个黄瓜 然后再来个这个 然后再来个这个吧 哎呦两个人吃有点多吧 一小勺 就是两个人吃点那么多 我一小勺粉丝 他这鞋上可以直接用微信啊 就可以微信扫码就可以 总共是33块钱啊 他这都是一次性的啊 全都是你看这里边有 这里边有盖子 如果打包的话 就是自己自己盖盖子 然后装袋子边哦 那就是他有盖子嘛 你看都可以把它盖起来哦 然后这种袋子把它装上 就可以拿走了 现在我是在那个神经内科 昨天那个我爸不是做完了 那个CTA的那个噪音CT吗 然后他们科室又做了一个会诊 会诊就是和神经内科的医生 一起诊断一下他的病情 然后昨天那个昨天晚上我不在 那个神经内科的医生找过去了 去去了我爸的病房 然后叫我今天早上来找一下他 现在已经是住院第九天了 第九天了 就是一直都是在检查 然后再调他的那个高血压高血脂 然后现在的血压血糖什么的都已经调都已经调好了 现在就是查出他的问题 就主要是动脉血管有问题啊 血管硬化比较严重 然后血管必塞血管狭窄也很严重啊 而且都是在很重要的部位 就是在脑部和颈部 刚刚从那个神经内科的科室出来了 刚才有一个王医生 然后跟他聊了一下 请他看了一下我爸做的那个CTA的造影的那个片子 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啊 我爸的他那个颈内动脉 有两根都是闭塞的啊 就是完全都是没法用的 只是左侧的那两根血管还在用啊 然后现在左侧的那个血管 就是堵塞比较严重啊 包括颅类的那个血管也是严重的堵塞啊 他说做手术是在腿上的动脉 打一个孔啊 然后去疏通那个脑血管的那个阻塞啊 嗯他说是有一定风险的 但是这个风险也不好评估啊 只能说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如果不做的话 就是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也可以 但是就是还是有随时劳梗的风险 所以说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啊 现在我要跟我家人商量一下啊 他说要做手术的话 也要等我们出院之后 过一段时间才才能过来做啊 要不然那个医保是没法报的 医保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我应该去 我应该去十楼啊 现在是十四楼 就是说从片子上看 我爸的那个血管 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啊 但是从我爸的那个状态来看 嗯 看他的状态 感觉还可以啊 就是说他没有特别明显的那个症状啊 他的头晕啊 也都是间歇性的 隔的时间很长呢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先给他选择一下 保守治疗看一看 但是在保守治疗的过程中啊 他这个血管不知道能不能变好啊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出问题啊 因为那个医生也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他再有一个血管堵伤的话 那就是说总共有四根血管通到那个头颅啊 他现在有两根血管已经完全闭塞了 然后现在有另外一根血管就是重度狭窄啊 如果再有一根血管堵塞的话 那他就会会有非常严重的症状出现 现在我得给我姐打个电话问一下哦 那么 那这个发生的是什么 我还是会得这个确定是什么 不是 不 有我们 是不是 现在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